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圣经本身去感受神当天要对我说的话 也从他对我说的话当中来认识他是一个怎样的神 是 那这过程当中很特别 譬如说当天有需要被责备的 当天的圣经就出现 你们这些忘记神的人 那要小心免得神 以一个青少年来讲 你蛮受教的 对那有时候是很鼓励人心的 对不对 我们刚刚刚有要唱新歌的 我要拿手来 对 到达耶和华在我的后文 那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 那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那就是我其实从小也是很希望别人可以常常注意我的 我也很希望可以站上舞台的 那所以在大学的时候 那是我父母亲不只是传道人 也是这个学员传道会的会长 所以他们其实这个做校园的福音工作 那当然自己的孩子 就理所当然感觉也非常可以 大家积极参与在我所考上大学的学员团契 OK 我一方面是很乖啦 对真的就去参加同工会了 这样子还没进大一就去参加同工会了 哇 怎么听起来蛮心酸的 没有啦 可能那时候不觉得 但是其实真的 对就是 同时间我也开始去想 大学我想要加入这个热舞社 就是要街舞的社团 那我就在那边有舞台 有掌声有眼光 那我觉得其实还蛮符合我天然人个性的倾向 对 所以我在大一的时候 我就同时参加学员团契 然后但也同时参加热舞社 那当然 而且热舞社这个拉力其实相对是比较大的 在我大一的圣诞节的时候 一个很神圣的节日啊 传道人的孩子 应该要去参加联合圣诞节步道会 对啊 或者团契也要办圣诞王会嘛 对但那个时候我有点像大雨一样 三次与热舞社的人路过这个 联合圣诞步道会的现场 我却没有踏进去 OK 没有踏进去的结果 其实我就是跑去了夜当舞会 跟热舞社却这样 OK 夜当舞会了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 我觉得那个优先顺序很明显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今天不是说 去夜当舞会 不去圣诞节步道会 你就是个碎人 然后犯罪 但是我要说 那反映出我的一个优先顺序 那照着这样的优先顺序 去生活的话 那结局是什么呢 那我后来体会到的结局 就是我开始翘课 为什么 因为跳舞占了我大部分的时间 那是我人生的优先 那在这样一个优先顺序之下 我翘课 我日夜颠倒 对 所以在那一刻 曾经我在国高中读过的诗篇就出现 他说 如果有人以别生 代替夜和华的政策的走苦逼家责 那这句话 我觉得很真实 那时候深深的震撼了我 也挑战着我要改变一个生活的优先顺序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跟上去做了一个回应跟祷告 就是那我该如何调整才算是合乎这段圣经上的命令 其实第一个我觉得你真的难受教的 就是在那过程当中好像有个醒悟过来的过程 第二个是我也很好奇你父母亲那时候 也是学员传道会的会长负责人 然后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 你会有他们你会感受到他们也在拉扯吗 他们其实给你这样的空间让你去 不去联合步道会让你去热武社 我不知道他们是拿你没办法 还是他们其实也是看在眼里 但是忍住 亲子关系那时候是怎么样 或者是你父母亲对你当时的 走过这个旅程 他们的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情况 就是我相信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会听podcast吗 他们后来都知道那段过程 我相信我觉得父母亲能做的 在那个时候已经相当有限了 特别我们在外地念书 回来见到父母亲其实只有周末的一个 逐日的时间回家 那时候我也回家为服侍 所以你可以发现 其实在周间跟周末 我的生活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样子 我的父母亲也不会知道那些事情 是是是 那只有上帝跟我知道 对所以如果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是别人的父亲 那我觉得如果你也在收听这个podcast的话 说真的 我们对孩子能做的会越来越有限 但是交给上帝 真的是绝对有保证的一条路 你的孩子绝对在上帝的手中 你不知道的事情上帝都知道 是我现在自己有两个儿子 有的时候想到他们进入青少年 上了大学之后 真的我自己 我们自己也走过这条路嘛 都知道周末回来 就是假装那么一天没那么难 另外六天是活了什么样子 其实父母亲未必知道 是 那你那时候从热武社 就是好像生命中的优先顺序 有个调整了 可是后来你的服饰 似乎好像把这两个揉合在一起了 你又是怎么 怎么有这样的一个integration的 OK 我觉得那关键第一个就是以神为优先 那今天也许很多人看到的是一种 所谓的创意 哦 怎么两个可以合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回归到一个 最根本的起点 起点在于以神为优先 为什么呢 当我以神为优先的时候 所以我决定把生命中热武社的 我这样放弃掉 那我跟上帝讨价还价一番 但是最后不得已承认就是 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热武社了 哇 OK 对 那离开热武社才能反映出 重新的优先顺序的重整 我把曾经的第一位放到最后 我把曾经忽视的最后一位放到最前 嗯 那这才是优先顺序的一个真正的行动 所以我离开热武社之后 那我也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 除非你要我回到舞台上 不然没关系舞台永远就不需要是属于我的 我其实可以甘愿做一个没有目光注意的人 这是我可以 这是我理所当然线上的东西 是 对那 所以回到团契里面 刚刚佳华说到了 我们是学员传道会的团契嘛 我们常常用四个属灵的定律 这个福音材料去挨家挨户扣福音这样子 所以当我重新回到团契里面的时候 我也常常在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我开始发现 每方我们靠门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我们遭遇到的拦阻是非常大的 对没有人喜欢听有人随便敲门说你信教 我可以做个信仰反问吗 那我到现在更不容许人这样子做这个侵入 对不对 校庭会来抓 那所以我就发现说 那这条门好像越来越窄越来越关了 可能有些人会说越是窄门越要冲撞这样子 但是可能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个领受是 有没有别的门是上帝要打开的 那那个时候因为曾经去过热武社 其实跟热武社人都还蛮熟的 我看到人们是蜂拥进去看热武社的表演的 对 人们是对 针鲜恐后排大排长龙要去看热武社表演 但是当团齐办的任何活动 我们寄出了大餐免费free 不管任何免费的东西 大餐等等这些的 但是却没有人要来到我们这边 于是在那个时候 我跟上帝做一个讯论 我说那上帝 有没有可能在台湾有这样一位饶舌歌手 或者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舞曲 让我们可以用街舞的方式来向人传福音 因为你看很明显 这个两千人要去看街舞表演 没有一个人 一个人想要来听福音 当然我们可以说 一个人听了也算是得救 在门口 另外有1999个人听不到福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有一次我路过热武社的门口 那就听到热武社里面有一个老师 他正在讲解该怎么跳舞的时候 他讲到一个重点 我相信上帝让我听到那个重点 他说音乐是比跳舞更重要的 因为舞步要服侍音乐 舞步要成全音乐 所以你应该是歌词写什么 舞步就要诠释他的内容 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说 哎呀 桑你原来不是我们今天 编了一套舞步 然后我们用一首歌词 非常的你说堕落淫乱 污秽也好 这样子的方式在教会里面 圣诞节步道会 我说对 这是没办法相容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察觉到 饶舌歌曲某一些的面向 是无法与福音相容的 接舞某些东西也无法与福音相容 但是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 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的地方呢 那个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 我说上帝求你在台湾 兴起一位用中文唱 基督徒饶舌的歌手 好让我们这些爱跳舞的人 可以用合乎你心意的歌词 跟信息来用这样一个 可能某一群人听得懂的方式 来接触到福音 这是我2003年跟上帝的祷告 对 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 任何的歌唱比赛什么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 会你知道出专辑等等这些的 那个时候 其实我想我只是个 跳舞的人就好了 所以03年的时候 你还在读大学那时候 在读大学刚离开热舞社 OK 所以你刚才也提到 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 你从一方面你看到 比如说饶舌歌文化 热舞某一些的表达方式 可能跟信仰是没办法相容的 可另外一方面你又提到说 舞步是要来服事 歌曲的意义 那在有些东西没有办法相容 但是哪些东西你觉得说 其实是可以 好像是我们可以以基督信仰来 redeem赎回 这个饶舌歌的文化 或者是这个街舞的文化 我很好奇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好 那 其实饶舌的歌词 为什么我刚说的 所谓的 其实充满了很多 所以我们一般人认为觉得 很隐晦的部分 或者是污秽的部分 或堕落的部分 比如讲到吸毒啊 讲到夜店 把妹啊 这些东西都很陆谷的写出来 为什么这些东西 会存在在饶舌歌曲里面 因为饶舌歌 饶舌或嘻哈精神很重要的就是 他不受任何的礼教 框架所掌控 我想这是一个 很多嘻哈文化里面的人 为什么他们要在涂鸦 甚至在挑战公权力 比如说在火车上面 在美国纽约那边 真的 真的有其他涂鸦者 他们是把每辆列车都涂满 对不对 然后当早上列车发车的时候 这些黑人就说 你看一看那台是我画的 对 还要有自己的标志 一个签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签名 对对对 那听说这个救鞋救命的杨又润 你先生以前也是 是是是 对的嘛 所以 嘻哈文化 其实他要挑战公权力 那为什么他挑战公权力 因为他站在一个假设上面 就是说 在很多时候 这些社会框架 跟所谓的 好像富而好里的表面 常常会吞噬一些人 真正该被停舰的心神 嗯 OK 所以例如 这个在白人社会里面 可能黑人的生活的实况 是被忽略的 是 那黑人那时候的实况是什么 例如贫穷 因为贫穷所以去贩毒 因为贩毒所以做监牢 那因为 这些生活导致 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 关键代理者 就是在比看谁的汽车 开得大 开得帅 看谁的女人比别人多 嗯 所以为什么饶声歌词 从某一个层面来讲 我们接触到的时候 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样 是 但其实回归到他最后的本质 就是他的精神 就是 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 我想表达的 我所相信的 嗯 我不受任何人的眼光 来左右我的想法 是 所谓的keep it real 做自己的 嗯 所以 怎么跟福音相容呢 于是我还记得我 嗯 把一些我对于大学生生活的一些混乱的情况 嗯 可能 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 那首歌词有点欠磨练 但是 那首歌叫做《末世年轻人》 在YouTube上都找不到 那我最开始就自己尝试写歌词了 就把四律改写成饶舌的版本 然后还写了那首《末世年轻人》 那这两首歌 起初我就是在背这一台电子琴 我就在party里面 通常系学会啊 这些都会办派对嘛 对不对 我在派对里面问说 哎 我有两首饶舌歌曲 可不可以让我演我 哎 这个通常团契可以去圣诞节的晚会里面 现实还算蛮OK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团契 曾经尝试过去跟 譬如你们的系学会说 哎 你们在那个喝酒啊 然后就是很 那个狂欢的晚上 我们团契可以去现实吗 那我想这应该是非常 奇怪的一件事情 但是当我问我们系学会说 可以在万圣节的派对里面 表演我的饶舌作品 哇 每个人都说好 没问题 酷耶 而且我可以在大家都在喝酒的时候 在那边唱《末世年轻人》这首歌这样子 嗯 因为就让我有个全新的 我就觉得 哎我去到了一个团契去不了的地方 你知道吗 好像那个 对格拉森被鬼附的 那个人跟耶稣 就是耶稣跟他说 你去到那个我进去的村子里面去 嗯 也是在那一个现场 那个万圣节的派对现场 我印象的真的 当我唱完这两首歌之后呢 有一个热武社的学弟 他不是基督徒 没有任何宗教背景 他跟我说 学长超好听的 可不可以录成MP3 我要每天听 哇 哇那这再一次让我看到 过往我们用四个属灵定律的小册子进到房间里面 我们大概可能去十个房间才有一个人边打电动边听我们讲 是 但今天我表演了这场饶舌之后 有一个热武社的飞机路徒 他想要天天听我讲 嗯 这个思虑的内容 那在那个场合之下 我知道上帝正在开这一条路 那所以他们相容之处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在福音饶舌 在饶舌这个歌曲的形式当中 我们被授权 我们被赋予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可以畅谈我们的信仰 嗯 嗯 所以我印象的深刻另外一次 就是后来我真的出专节 就是大福音这张专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我有时以来收到第一封来自教会以外的团体的邀请 他们的团体叫做Genesis Open Mic这样子 嗯嗯嗯嗯 那本来我以为这是有创世纪嘛 可能跟教会有一点关系 对 结果我一看一种表演时间是晚上12点开始表演这样子 那然后我一看才知道说原来那是在河岸留言举办的 那那个时候台湾的underground饶舌 只是慢慢有走出一条自己的风格了 嗯 最早台湾的underground饶舌有Darky啊 MC Hard Dog啊 那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有三有几个人叫这个蛋堡嘛 蛋堡最近获得金曲歌王嘛 那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蛋堡他跟另外几个饶舌歌手 满人啊 金科啊 那在这个一些地下饶舌厂牌 那他们要办一场专辑发表会 所以他们就邀请 他们透过Street Voice 透过滚石可乐 这些创作音乐平台去寻找 他们觉得所谓的 我就用这个出字 好像觉得够屌的 嗯嗯嗯的这个创作者 邀请来 那所以我很惊讶 我居然是被邀请的来宾之一这样子 因为我看起来里面 每一个都不太像是基督徒这样子 是 那当我我跟那时候我跟制作人 就是现在那个亚洲祷告店的 苏玉修毛毛牧师啊 那我就问他说 这个我该去吗 这个蛮不是我的style的这样子 但是那时候毛毛牧师就跟我说 你不去谁去啊 嗯嗯 对你不去 你觉得教会有团契进得去吗 嗯嗯 你不去 那今天之前你就再也没有机会 听见福音的一件事 那嗯 诶 唱完这一番好 我就去到那个现场 嗯 那呃 对 所以过往我们去传四律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收到的 人们的冷眼相待嘛 人们的反对也是非常大的 但今天在一个地下饶舌歌的表演现场 里面都是烟啊 酒啊 那但是当我唱出四律饶舌的时候 现在就让我用饶舌来告诉你 这今天动静了 天哪好消息 底下的人是拿着酒跟烟一起点头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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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PUT YOUR HANDS UP 然后 对那那个画面真的是能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 其实你刚才讲到一点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就是 呃 饶舌的精神某种程度 你可以说它是反箭直 但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是 它是一种敞开自由 它是一种打开天窗说亮话 不要再用一个漂亮的假象来掩盖真实的事实 啊 真实有的时候是蛮残酷的 是 可是我就想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一开始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当士奇约翰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呼吁罪人悔改 我相信 呃 不不不单只是说天国精神要悔改 一定背后揭露了很多当时社会的真相 是 呃 那 好像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是啊 很多时候今天在某一些场合 好像我们都被期待要讲 礼礼貓貓 磕磕磕磕磕的话 那我们讲东西要讲得非常的 即便是要讲 但是也要讲得很这个婉转 或者是绕了好几圈 其实在讲一个现象 但是饶舌好像这个文化里面就是 强调单刀直入 直说 那某种程度 这反而让福音有一个更 一个一个崭新的表达方式是 我们不需要再绕来绕去说 罪是什么 可是我们可以很直接的指出 罪在我们生活真实的状况 人与人之间 啊 这个 夫妻之间的困难 男女朋友之间的困难 朋友之间的背叛 啊 亲子之间的挣扎 或者这个社会的不公义 那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饶舌这个 这个hip hop 嘻哈精神 这个rap 其实它是从 就就我有先的理解 是从美国黑人社群开始的 特别是像brooklyn 这样的地区 纽约brooklyn 那为什么在过去这几十年 它几乎变成是 是一个全球青年文化的一部分 是有什么东西是有共鸣的吗 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的人 都经历了美国黑人社区 是黑人社群所经历的 比如说台湾 其实我们对美国黑人社区 我们真的是一知半解 我们看到大概就是 好莱坞渲染出来的画面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 让今天饶舌或嘻哈文化 对全球 特别是年轻一代 能够有那么大的共鸣 这个我也没有太大的研究 但我相信外面 其实一般有很多的专书 或者是网路上一定有很多的 真正在研究戏 还有文化的部落客 他们写的文章 关于为什么饶舌逐渐成为 整个流行乐坛的主流 那其实韩国韩团 台湾的偶像歌手 但大概日本比较少受这个戏 日本还是蛮保有自己的一些 流行乐的一些主张跟坚持 但是像在韩团台湾的团体 那其实那时候很多玩饶舌的前辈 或者是我身边一些那时候专心玩饶舌的朋友 后来也都成了主流艺人的饶舌老师 OK 所以就代表其实这是有这个市场 有这个倾向 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可能反映出 其实特别在这个后真相时代 人们已经不该知道什么是真的了 对不对 Fake技术 那很多东西其实 或者很多东西其实 我们可能是透过一张大头帖 一段文字去认识一个人 然后很快当这个人的别的事迹 被爆发出来之后 我们就对他又完全改观 或者是过去我们对某一些 甚至在教会界里面 某一些美好形象的基督徒 他的形象被破灭了 那这一刻就会让人很很质疑说 那到底什么才是真的 那我觉得饶舌跟西亚这个文化 他是提供一个出路说 来来这里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是真实 对 那所以这些真实就说什么 就是对那所以这些人就很真实的 讲出自己成长的悲惨 这些人就很真实的讲出 对 他的生活怎么放荡这样子 是 那我很好奇 比如说当你真的走入到这样的圈子里面的时候 其实环境对人也是有影响力的 那我们当然是在这一个 进到时尚者的初衷去的 可是在过程当中 我想你一定也经过一些挣扎 你的一些反思 你觉得今天很多人也很有心要走进到过往教会群体走不进去的地区 但是这当中怎么样去保持一个清醒的心 或者是怎么样不是被拉走 而是真的进去到那边成为一个转化的力量 从你的经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或你的个人经验分享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第一个明白我们的呼召嘛 OK 有些人是被呼召做很卓越的艺术家 这我真的相信 那也有些人他可能在认识神以前 他就是很卓越的饶舌歌手 那但是他信主之后 那这些东西仍然在 仍然在他们那边这样子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他两个都在同时进行当中 但我的意思是 我们要知道神呼召你做什么事情 还有有的时候是神创造你的本质是什么 就像大会不能穿扫罗的盔甲 但是他却可以用五颗小石头打败个力 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个性并不是天然叛逆 或天然反骨的 其实从某个程度上 虽然你刚刚跟你说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所谓的叛逆期 但是也许可能跟有些人比起来 那还算是很乖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今天上帝对我个人的呼召 只是把握所有的献上兵神 而不是要追求在社会上 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成就 来为上帝得着人 至少这不是我的呼召 但我知道有很多卓越的人 是上帝真的有呼召他 努力也给他这样的恩典跟能力 去爬到某一个社会的位置 然后用那个位置去影响别人 这我同意 但只是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 我所经历到的 今天我好像神没有呼召 我要再走到这么前面 当什么顶头羊等等这些的 但是什么时候神给我多少 我就做多少 所以在大学的那个时候 我有对饶舍的喜好 我有对街舞的喜好 对街舞同学的认识 对思虑常常的使用 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变成我的小师徒 那后来当毛毛牧师 愿意帮我制作专辑 我们制作大福音 OK很好 那又变成了我一个大一点的石头 对那但是在那个之后 我自己也曾经陷入在 全职传道人跟饶舌歌手身份之间的 一些时间表的安排跟冲突 对所以那个有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派的人跟我说 你要乘胜追击 因为入围进去讲了 赶快去寻回 赶快去这个直播带货 赶快去推广你的东西 但同一时间身为一位机构里的刚进来的传道人 那其实机构对我们也有很多的期待 特别是弟兄这样子 所以期待这个在桃圆到新竹桃主廟一带的学生竹音工作 也很期待我全时间的投入进去 对那很简单 在演唱会跟短宣队 然后在呼召人做 无名的传道 跟做 有名的带货者 有名的带货者对 这两个之间的冲突是什么 当然我要说在那个时候 我选择先做一个无名的传道 因为我还不理解 在镜头前的重要性 或者是 那个时候我觉得对 至少我是这样选择的 那个时候确实 整个大福音在这个金曲奖的过了之后 那我也没有特别去推广他了 但是当然上帝仍然使用 他成为我随身携带的 像是一样是我的小石头 那当然十几年之后 上帝似乎仍然在给我机会 那但是他现在不止给我这个人 那他还给我一群很棒的团队 是 所以现在 虽然我不再是做自己的东西 但是我是把自己的东西 把神给我的东西 去透过一个佩搭者的角色 那边的 有些教会他们创作了诗歌 但他们缺饶舌的元素 他们就邀请我去佩搭 对我蛮常在一些福音歌曲 或者敬拜歌曲当中听到 这不是我朋友李奇的声音吗 对 但是我真的非常享受 这样的服饰的方式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贡献这个东西 让这个东西可能因此可以 被另外一群人听到 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 现阶段的一种服饰的状态 其实你刚才在讲的时候 两点蛮让我感动的 第一个是 焦点一直要放在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我们被创造成什么样的人 我们不是要故意去模仿别人的成功 模仿别人的事工 所以也不是故意 因为今天看到 李奇他在做老师的福音歌手 所以我也要 因为我也要像他一样 可是那上帝对我的呼召是什么 好像上帝对耶稣对彼得说 你来跟从我 彼得说那那个人呢 他说那个人有那个人的呼召 那你来跟随我 第二个 你讲到你十五年前 或者十几年前 你面对的那个抉择 其实我们 问假设心的问题是 如果重来一次 你还会这样选吗 有它的意义 就是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 可是也许 就是上帝能够透过我们不同的选择 人就带领我们 就好像刚才你在讲的时候 好像当时有点可惜 可是我就在想 会不会上帝那时候真的很知道你 所以或许那时候你的选择是一种保护 一直到现在你可能 你的生命的历练各方面 以至于好像你更能够预备好 因为有的时候事工一下子太大 真的会让一个人压垮 或者让一个人迷失在事工里面 迷失在民生当中 但是当我们还 无法承受这些的时候 有的时候上帝挡住我们 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些圣思明辩 让我们不跨进去 但也有些时候 是我们需要勇敢 就好像以丝铁 他在面对犹太王族的困境的时候 他的属父莫利盖就跟他说 胭脂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了今天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 无法得到一个绝对的答案是 遇到这种抉择你一定要选什么 我想这也不是今天的访谈 我们要给听众的重点是 所以你要当一个有名的 带货者 还是当一个无名的传道人 并不是要给一个 你永远一定要选哪一个 但是而是说 在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当中 那在那个时刻我们如何去分辨 并且不论是选哪一条路 其实我们的焦点都不改变 我们所跟随的那位都不改变 所以讲到这里 我也想问说 那15年后的现在 你在做什么 现在你在做什么 那现在我当然还是在我的机构里服饰这样子 OK 那对 我还是在这个学生传道会服饰 那所以当然除了最基本的 我有带自己的小组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开始了很多的这个两性交往 还有人际关系跟自我形象的福音讲座这样子 OK 蛮特别的 但是这也确实是在过去单身时期 透过学生福音工作慢慢延伸出来的分享 等于把每一天陪伴学弟走过感情情商的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之后就变成现在的信息 是 你会把他写成饶舌歌曲吗 有一些有有一些有 真的OK 对那除此之外那再来就是继续我的音乐创作这样子 所以其实蛮感谢神的在15年之后 我陆陆续续开始接到一些不只是来自台湾的邀请 那在过去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介绍到来自中国的这个邀请 他这个是一个街舞团体 那他们这个董事长希望我们可以创作一些积极正面的品格的饶舌 给他们的街舞老师去使用 哇这个听起来非常的耳熟 像当年我做的那个祷告 15年之后 对那所以我邀请了台湾我们一起创作的团队 就一起投入这个计划 那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完成了一整处音乐剧 OK 对然后在郑州有好几次的商业演出这样子 OK 所以等于是以这种 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到一个过去你没有想过会进入的世界跟平台 真的对所以在我印象中蛮震撼的 就是我在台上唱这些 甚至我有一段有一首歌我是其实是把诗篇的经文改写成饶舌版本 那当我在台上唱的时候 其实我前面是200位的街舞老师 他们都不是 可是他们被就是被那个导演要求 就是每个人都会唱这些歌词 所以他们要一边唱一边跳这样子 对那时候我很震撼就是 我是谁 我我竟然可以让一群跳街舞的人去口中唱我写的歌词 这些歌词是那种瞬间 是 我知道接下来我下个问题可能有点难回答 但是回顾你过去这十几年的创作 我可以回答是 我觉得我对你最印象深刻和很喜欢的创作 有两首非常的印象深刻 第一首就是大福音 第二首其实是香膏 你在写玛利亚打破他的香膏 那我想我很好奇从你自己来讲 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两首歌 对你的印象或者你最喜欢的 为什么或者是 或者是对你来讲是最有意义的创作 其实每一首都有意义 OK对 每一首都都蛮有意义的 那如果要我仔细回想 当然我想 我觉得四绿饶舌 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里程飞 我创作第一首饶舌歌曲 那而且甚至是 其实那是2002-2003年的第一版 第二版是在2008年制作的 也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常听到的版本 换句话说四绿饶舌这首歌已经13年了 那其实在流行音乐或饶舌圈里面 其实13年已经是很老很老的歌 是过气的 然而我很惊讶的是 有国高中生非基督徒的 仍然说他们可以感受到四绿饶舌里面的 他们叫做能量 这让我很惊讶就是 我也慢慢谦卑下来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艺术创作 我们当然是要追求日新月异的技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 然而上帝好像也从来不会浪费他赐给人的作品 也就是说四绿饶舌有的时候 每一年圣诞节我都在挣扎 今年还要唱吗 对但是我每一年都是在平静心唱下去 那每一年似乎上帝也都仍然使用这首13年的老歌 在感动新一个世代的人 是 其实我的两个儿子老大9岁小的7岁 我放四绿饶舌给他们听 他们也很有感觉 当然可能对里面歌词的意境 我不知道掌握到多少 掌握到太多我可能也会很担心 你那么小就可以掌握到那么多 可是我觉得那个音乐的风格 是他们可以很自然听得进去的 而且我觉得有些话 也许他年纪轻的时候 就好像你国高中的时候读诗篇 有些话当时你硬在心里 但是也许你不知道要干嘛 可是在你大学的时候 突然那些话就跑出来 那我觉得音乐其实也是这样 甚至我最近读到一篇研究是说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他年轻的时候所听到的诗歌的影响力 往往比他年轻的时候 所听到的讲道更有震撼力 会记得更久了 我不敢讲说生命的改变是不是更大 因为我觉得这无法比较 可是以记性来讲的话 音乐它普遍来讲 它会在一个人的脑海当中听得更久 对 我也很想聊聊 就是可能是一年前吧 还两年前吧 你跟你的一位朋友 你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YouTube影片 叫做神话英雄是不是 对没错 你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YouTube影片 对 在2020年初期的时候 我想很多的领域 很多的产业应该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且那个时候 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是措手不及的 很多人不管是各样表演的形式 等等这些的 很多人都在挣扎的转型 那当然我们的创作团队 欧赞音乐也是一样 那我们很多音乐会都被取消了 那还有过去我们本来跟 像跟中国谈了很多合作计划 也在那一年都突然终止了 那所以 我们开始在思考 所谓的做YouTube节目这件事情 但重新回到 我最开始说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还有上帝创造我们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看了很多的YouTube影片 可是看到之后 我们都有一个结论就是 我不是那样的 对不对 我不是志祺 我不是蔡阿嘎 我不是这些网路直播主 我的个性 我平常甚至我们很多人 其实虽然都是音乐创作的 或舞蹈家 可是我们没有人是 平常会拿着手机上传到网路上去 是 这样子的人 只有一位弟兄在我们当中 有一位弟兄 我们就叫他超人弟兄好了 他是一个武术老师 他也是一个cosplay的 角色扮演的coser玩家 OK 超级英雄 那他也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他从小其实他就渴望 用这个超级英雄来 好像分享福音这样 他一直 其实很特别 他在教会长大 可是他在教会里面就是 很多 受了很多的伤 OK 那相反的 他在超级英雄的漫画里面 他觉得他在那里面 找到好多圣经上面的真理 可是怎么都发生在 这些英雄的行为里面 所以他就整个更钻入 这个英雄的世界 那导致他其实一直有一个 渴望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记得在很多 一场一次又一次的会议 没有人敢开始一个YouTube节目 那我就想说 对啊 因为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除了那位武术弟兄以外 我就问他说 那这样好了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YouTube节目 在疫情期间嘛 那我们还是可以有些作品 这样子 那你愿不愿意我们 就是一起来组一个节目 叫做神话与英雄 就是 我就透过你的 你的渴望 你从小到小的渴望 然后用英雄来传福音 那我就来 从当中找到圣经的真理 然后我们两个就来 录YouTube节目 这样子 他居然就答应了 他居然就答应了 那而且 这个他讲话 其实有的时候 比较不是那么震惊 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 喜欢这种调调 像我这种的太震惊八百了 这样子 你要唱歌就不会了 对不太懂得开玩笑 不太懂得讲一些 就是没有用的 但是这位弟兄 他其实就还蛮会的 那他也曾经 过一段时间 当过一些通告演员 这样子 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 开始一大一唱 开始这个神话与英雄 对 那我不敢说 它是一个 什么多红的节目 那但是在当中 我们也看见 就好像当年 在做这个福音饶舌一样 他好像又跨越了 另外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 连我自己都很陌生 就是所谓的动漫族群 对动漫族群 美漫族群 那但是这位弟兄 本身他来自那里 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 我觉得上帝也提醒 我要前辈就是 好好聆听 这位弟兄的建议 他常跟我说 圣经不要放那么多 其实 因为他说 那边有观众 是一听到圣经 就会转台的人 那我们这边 刚好相反过来 有人是 没有圣经今晚 他就不敢 对 所以我们两个配搭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彼此 谦卑的过程 向对方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有一次 我们去 所以 当我们节目上坐下来 坐了三个月 突然有一间教会 就邀请我们 他说 其实我们都在用 你们的节目 带青少年的 主于那个团契聚会 对我们来说 非常大的鼓励 你们 其实我们都有一点 这个害羞 然后我们甚至都觉得说 真的有人在看 太感谢主 太开心了 那结果 我们真的去到了现场 那去到现场 当然 这个 我 进入到我的福音信息的时候 我就照着我所预备的去分享 但是就会 超人弟兄 就是每隔三分钟 就会突然 插一个冷笑话 进来打断我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 好奇怪 为什么你这样子 就一直打断我 后来还跟我说 你没有发现吗 你一讲超过三分钟 青少年就开始打瞌睡了 所以呢 靠着他每三分钟 来的一个冷笑话 这些青少年就有机会 再醒过来 听到那一分钟的真理 也好 这样 他也蛮厉害的 每三分钟就可以 变出一个冷笑话 对了 这是他的专业的 OK 是 是 就我想 不论是一开始 我们在谈到 你结合了 思虑跟饶舍 到后来 再跟这位超人弟兄 你从福音的角度 他从这个漫威宇宙 或者是这个美漫的世界 好像也都是一个 桥梁的工作 然后当这个桥 搭起来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过去我们 比如说美漫的 这个漫威宇宙里面的 这些角色 都会让我们看到 其实有圣经真理 可以彰显出来的地方 而且可以去转化的地方 即便在我们觉得说 好像跟基督信仰 格格不入的 饶舌嘻哈文化里面 我们也看到里面 对真的强调 对真的追寻 其实也是基督信仰的本质 福音的本质 就带我们回到真理 耶稣说他是道路 真理生命 那如果我们去看 耶稣跟当时很多 当时宗教领袖的对话 也会觉得 哇 耶稣你讲话也太直了吧 那你可以婉转一点 但是耶稣讲话 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直 然后大快人心 但是也切中要害 所以今天在听你分享的时候 我就感觉 好像我们其实每一个时代 我们都需要 不断地关注于 我们所在的处境 也不断地关注于 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在关注的是什么 在这关注的背后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关注 我们如何搭一个桥 让在对福音 漠不关心的人 突然意识到 福音与他们的关注 是息息相关 而且带给他们 他们所关注的东西 所无法应许给他们的 他们才追求的东西 好 我想今天的最后 不知道李琴 你还没有最后想要分享的 所以我 最后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 当然今天这个时代 我并不是在基督徒圈子里面 福音饶舌最厉害的 其实上次 现在已经新奇 就是在台湾有 我相信有好多的基督徒饶舌歌手 或是会唱饶舌的基督徒 我喜欢成长的基督徒 这些其实都已经非常多了 已经也不新鲜了 也不是什么创举了 但是他们真的非常的卓越 非常的杰出 那做基督徒的YouTuber 也是有很多很多人 而且做的真的是 比我们好太多了 真的是 让你给他们这样的 恩赐跟专业在经营 所以我觉得重新回到 今天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其实回归到 对我来说 也许这上一对我医生的呼召 一个很简单的就是 在这一个此时此刻 我可以如何做 来成全别人 在基督里的使命或呼召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从最开始我离开热武社 为的是重新找到 神对我的使命 是 那我开始唱热武社 是为着一群听不到福音的人 来把福音带给他们 那今天做YouTube节目 也是一样 为着一群可能要用这样的方式 才听得到福音的人 是 那再来 为什么要做半两性交往 因为两性关系 许多的人在关系当中 那是我们第一个时刻 可以感受到爱 或爱与被爱 或谁爱我 我是一个可爱的人吗 这是一个第一线的战场 所以为什么 在我的服饰当中 讲座 歌曲 YouTube节目 这三大主力 围绕在 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就是因为 因为在这当中 我都看见 有人可以因此 找到 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 还有 神对他们人生的一个 护照跟实力 在听完你的总结之后 就让我想到 Fuller神学院 在教领导学的教授 叫Scott Kormold 他 一两年前写了一本书 在谈基督徒的创新 书名好像叫做 The Innovative Church 创新的教会 它里面就提到说 基督徒的创新 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而是为了 上帝放在我们身旁的灵社 所以基督徒的创新 也不是为了自我实现 当然我们是 带着上帝 给我们的恩赐跟热情 可是最终 当然他是为了上帝 也为了上帝 把我们安置在 我们身边的灵社的缘故 那从李清 今天从 不论是从热武社的 开始大学的时候 还是到现在 在做这个 神话语英雄 好像也都是有 这样的一个pattern 其实你也不知道 会走到这一步 可是就为了 你身边的人的需要 而用上帝 给你的恩赐 你天然的个性 然后就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 再次谢谢李清 你的分享 那谢谢佳华 还有谢谢 所有Podcast 前面的听众朋友 谢谢李其的分享 提醒我们上帝 把我们每个人 创造的不一样 不是要我们 复制模仿他人的方式 用一样的方法 来见证福音 而能够以不同的形式 向上帝 放在我们身旁的灵社 来见证福音 如果你觉得 这个节目有意义 希望每周定期 收到更新的消息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或在Google搜寻 世界华福中心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 并且点入 订阅最新消息的按钮 填好资料 你就会每周定期 收到更新的Podcast资讯 以及世界华福中心 各式聚会的消息 下周我们邀请到一位 今年在网路平台上 用文字来见证福音 分享神学洞见的 年轻香港人 他在脸书 和IG上的平台 包含思路风 和开卷风等 阿峰将和我们分享 他自己的故事 以及为何读神学 在今天这样快速变动的时代 是非常重要 和有意义的事 我们下周见